本節目內容只代表個別嘉賓及主持個人意見 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自有文明以來 人類就懂得利用騙術去誘捕獵物 文明越進步 伴隨以來各式各樣的謊言 龍虛造假的伎倆推陳出身 百花齊放 時至今日 煙幕 忍性催眠 誤導性的包裝 已經將造假的醜藝推向極致 究竟這個世界 什麼才是真的呢? 在這裡 我們跟大家祈開 不聞說的真相 不聞說的真相 不能說的真相 不能說的聖經 等了很久了 終於又可以和阿sik 聊天 阿sik 你好嗎? 有很多很多有關 你說的以樂書裡面的故事 對不起 我用故事這個字 不是代表我否定它 但是 很顛覆 跟我們在傳統聖經裡面 聽到的東西 很不一樣 我們學會用神話的基礎 看神話 看神話 當中無緣無故事 我以為 夏娃 這個世界上第一個女人 原來之前有一個Lilith 跟著 又有很多 那些神級的 什麼 天使 神譜 神譜 我們聽到很多這些 其實 這個題目 我們在講 不能說的聖經 為什麼會引起我們這麼大的興趣呢 其實都源於一部電影 是的 我跟大家講一講 幾年前 Dunbrand 有一部叫做 達文西密碼這部電影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這部電影 沒有 沒有 有提過 可以的 很經典 當中說真的 這一部電影 一出來之後 已經有很多人 我知道 應該是講很多宗教的組織 都說 不可以看的 是的 那時候教會說不要看 那就不要看 為什麼不能看呢 為什麼 其實裏面 我看了很多東西 我都瘋了嘴 裏面是講到怎樣 有些人講到 耶穌 原來他結了婚 還有子女 甚至乎 和耶穌本身的身世 也有很多的謎團 還未解開 整個故事 包裝到 裡面有很多的陰謀論 在裡面 和我們平時所理解的聖經 有很大的出入 所以天主教廳 甚至基督教那邊 對於這部電影 有很大的迴響 甚至特意要開個記者會 或者召開一些會議 去澄清這部電影 是捏造的 不是忠於史實的 才令到教會當時的明星 才能保得住 但是很多人 看完這部電影之後 就不斷去翻查 甚至去到當時某一些 宗教的聖地 自己去找答案 所以你都不可以說這部電影 是對一些教徒是沒有衝擊的 我先想問Sick 你自己看這部電影的時候 你覺得有多少% 都信得過 還是你覺得完全不是這樣一回事 他用了很多靈芝派的術語 和一些儀式 或者人物 和經典 但是詮釋不是最正確的 有很多學者都會解釋 裡面最顛覆性的就是 耶穌結了婚 其實聖經裡沒有說 耶穌有沒有結婚 他是沒有交代這件事 所以耶穌結了婚 都不足為奇 因為當時 我想在猶太人當年代的 生活雜項風俗來說 應該在 early 20 年 就一定結了婚 如果在拉比猶太教 這個說法是對的 但是因為耶穌出自另一派別 叫做艾塞尼派 艾塞尼派就是一個婦行派 他們是否結婚 就婦行 但是他們會結婚 但是這個婚姻是純粹為了 令到他們的社群更多人 就不要說教派 普遍性 一般猶太人來說 會不會都有 女生十六七歲就結婚 男生到十八九歲 是這樣的 有太人會 但是耶穌和施世一樣 他們不會 明白 所以都頗顛覆性 然後 又說到耶穌 可能沒有聽到十字架 最重要的是 就算耶穌結婚 耶穌太太原來是個妓女 都頗離譜 然後耶穌有很多子銳 又生了很多 我還聽過耶穌曾經 兩三十歲 即十多歲 如果你看聖經 就記載耶穌 可能是十一二歲 然後去到三十歲之前 那段時間是空白的 我曾經有看過一些書籍 原來他去了 東方修 印度的北邊的 下閘米爾 他地方就做學佛 簡直可以說 總之去那裏修行 或者學那裏的經典 而聽說到現在 都可以找回一些記載 就是 二千年前 在西方 就來了一個很高智慧的小孩 就跟我們學了很多東西 有很多記載 他的名字就叫做耶穌 其實在日本也有同樣的東西 也有這樣的東西 也有這樣的東西 也有說耶穌到過 也有起廟 你說有多少學說 不如逐樣東西 我們剛才也發出了很多問題 不如由阿希 逐樣去解釋 好嗎 由耶穌的身世開始講起 我們大家都知道 聖母是負責生耶穌出來的 耶穌就是聖母馬利亞所生 聖母馬利亞本身就是同身產子 對於這件事 我自己用一個科學頭腦角去看 以前沒有人工仇人 如果一個處女 她能夠生的小孩是匪夷所思的事 她一定可能要經過傳統男女的性交 她才能夠生小孩 聖經所說 她受到神的召喚 默示 而她有認同之下 就去傳送耶穌出來 我自己就傾向用另一種想法 可能是否當時已經有一種科技 可以令聖母馬利亞 用一種人工的方式去仇人 而生了耶穌出來 我講講另外一個歷史背景 在當時有很多的猶太祭司 他們轉送了基督教裡面的靈智派 所以他們將祭司裡面的儀式和知識 運到靈智派裡面 令到他們知道很多猶太教裡面的秘密知識 寫成了一本書叫做《肥利福音》 這本就是沒有列入正典福音的一本福音書 他當中就刻意花了篇篇 解釋這個童晶產子究竟是什麼一回事 我簡單解釋一次 他那裡就是 有些人說馬利亞是聖靈產人 他說這些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 他說一個女人又如何令到另一個女人懷孕 他說所謂的童晶產子 只不過因為聖母馬利亞 她是很精潔 很受仕途去尊重 沒有人能夠尊重 但是耶穌在討過的時候 他就說我們在天上的父 這句說話證明了 耶穌除了有天上的父之外 還有地上的父 這一段的經文 《肥利福音》的經文在說什麼呢? 一是說 他們當時的肥利福音的利美人 知道聖靈是一個女神 女神不能令到女人懷孕子 這是第一點 第二是他們知道耶穌地上的另一個父親 在猶太文章內 kinda講 耶穌的傳衛應該是 耶穌綺負贏 Panthea 這個帕就是 Chat 是一個羅馬的士兵 瑪尼亞與羅馬結了婚後 但是那些士兵 flattering sjuji 和他結婚 拿了耶穌使利福音的 omics 我想 donut enough 我沒有聽的三個字 有什麼 對不起 我聽起來都跟我理解很有出入力 說法就是 瑪莉亞是一個戲婦 她就懷了胎 但老公不要她 當時的猶太人和靈芝派都很清楚這件事 奧翰好心就吞了她 只不過後來人們真的美化了 而所謂童精產子這個詞其實是一個很遠古的傳說 你在看啟示錄或者看去日很多的經文都說 一個女神 她的名字就叫童精 而且另外一個名字 待會我們會說到 就是妓女 這個同時叫童精 同時叫妓女的一個女神 她就會等到適合的時候就會產下一個兒子去救贖萬民 這個是一個傳說 我覺得很離譜 而教會就是將這個傳說 包裝成 擺在這個人物 像真實的事情 對不起 我不是很接受到 就是同情和妓女 兩個很大的極童 但是同一個詞也有拉得來 拉得來 拉得來一個意思 在希伯來文裡面是很有趣的 包括聖災的神聖 聖靈的聖子 僅同於女祭司 妓女 和男童性 合聲行為 所以為什麼我們現在讀的聖經 我手上拿著一本 中文版的 美國人在讀英文版的 而他們全部都是譯本來的 而最原本是希伯來文的聖經 裡面原來那些古文都很難譯 才可以解讀原文的意思 分分鐘譯下譯下 手上這本文都可以有很多東西錯 我現在真的清楚耶穌的身世 或者她媽媽究竟是誰的由來 現在真的清楚了 譬如在啟宵裡面 有說到一個披星踏月的女人 然後去產子 但是在沙漠裡面 即是去了大亞的沙漠 然後有隻鷹去追她 那一段 根本那個就不是說 即是不能夠將那個語言 apply到聖母馬利亞產子 很明顯就是一個古代女神 產子的一個傳說 然後借助放回耶穌道 OK 接著回到馬曹的位置 那時候聖經所說 有東方三聖者 帶著一些香料 乳香 見到百利行有一顆星 引領著她 在百利行為耶穌朝聖 當時究竟這三個人真正的身份 是否真的來自東方的學者 而當時她說 見到百利行之星 引領他們走回這個地方 究竟這顆星是一顆碎星 一顆什麼的星體 甚至有人說法說 這個其實是一顆UFO 不過它是一個很發亮的UFO 引領它可以走到那個位置 而找到耶穌 我用另一個角度去解答這個問題 其實之前說過 我們說以樂書沒有歸入正典 另外有一些很接近正典的書 但是沒有進去 有一本叫做哈馬牧羊人書 另外有希伯來呼音 就是一本由亞難民寫的 希伯很原始的一本呼音書 剛才你說還有一個肥歷 肥歷呼音書 也是 那個就遠一點 沒有被恩選 我知道都是聖經以外的一些刺經 但是剛才說的那兩本書的重點 就是說 因為當時的早期基督徒 是相信耶穌在三十歲的時候 在約旦河受洗 然後他就看到聖靈 然後希伯來呼音樂就說 耶穌叫聖靈做母親 他說母親令到他能夠再次重生 即是說真正的基督 在三十歲的時候才出現 對於早期的基督徒來說 三十歲之前的耶穌是沒有意思的 就是因為這個緣故 四福音 根本就不花任何篇幅 說三十歲之前的耶穌 明白 即是如果聽你這樣說 其實你對剛才說的 耶穌去東方去學佛這些東西 其實你的認知是不存在? 是因為有一個空隙的時候 天主教也在早期寫了很多 叫做耶穌童年福音 即是一些給小朋友看的 兒童書籍 而四福音也是 在早期的Q source裡面 是沒有這些耶穌的出生 還有後來釘十架復活的故事 很多都是後來編制 即是原本只是一些耶穌的教導 但是因為這個教導 為了令到他更加故事化精彩的時候 就加入了很多異教神的一些 譬如說同精產子 然後釘十架三天復活 這些都是古代近東、加南、埃及的神事 神話化的故事 可以這樣說 即是本身的原始的福音 只有大概中間的教導 剛才我問到東方三聖賢 他帶著黃金與香茉若來 究竟這三個人的身份是怎樣 我手上有些資料 其實他就說這三個人不是東方的 他的國籍很離奇 都是年老的 一個是白種人 一個是年輕的黑人 一個是中年的東方人 即是說來自三個不同膚色的人 而且我的資料還顯示 這一班人其實來自古代伊朗的拜火教 其中一些教徒 跟我們在聖經所認知 來自三位東方的智者是很大的分別 你對於聖經曾經記載東方三智者 身份有沒有存疑 或者你覺得他們三個是甚麼人 為甚麼會看到一顆星之後 引領到他去白離行 如果看這個故事的記載 引證了甚麼呢 首先引證了 原來早期基督教是可以觀星 即是觀星是合法星 因為舊約星是禁止觀星的 這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神學上的觀點 第二就是如果那三個人是拜火教來 這個說法是非常之正確 因為基督教受拜火教的影響是極嚴重的 受拜火教的洗禮 整個猶太教沒有善惡而言的觀念 也沒有一個絕對撒旦 而這個觀念是自拜火教而來 猶太教本身相信一個至高的神 然後中間就是沒有一個中寶和一個中介者 而這個耶穌作為一個神 至高神和魔鬼之間的一個中寶 亦都是來自拜火教的Miphos Miphos這個神 亦都是死了之後三天復活 亦都是基督教借了他這個過來 我在這裡想問一下 剛才說的拜火教 拜火教相對於現在 今天的一個什麼宗教是最近次的 有的 跑馬地有的 其實也有存在 一直都有的 我們現在不會叫做拜火教 我們現在叫做什麼 叫做拜火教 都是拜火教 對 容易有這個教派 在以天屠龍記叫做明教 是 沒錯 我就是想知道這些名字 我還想追問一下Sick 接下來12月大家都知道有聖誕節 我所知聖誕節並不是那天 就是耶穌出生那一天 而按你所知 究竟耶穌是哪一天出生 還有我聽說 其實就是因為軍事坦丁堡 之前已經有不同的說法 指耶穌在不同的日子出生 但因為他一徐定音 就敲定了12月25日之後 才有流傳這個說法 你對於耶穌確實出生的真正日子 你又怎樣去理解呢 首先的看法就是 有沒有Historical Jesus 有沒有歷史聖誕的耶穌 還有究竟早期的基督徒 是否信於歷史聖誕的耶穌 正說信我講的那個 30歲的基督的問題 那麼現在我們所知的 12月25日那個 就是羅馬的叫做 Ella Gabbao 的這個神 的一個誕生的日 那Ella Gabbao 呢 是羅馬人讀一個希伯來文的音 但是他們不知道這個字 希伯來文為什麼 如果Ella在希伯來文 就是女神 Gabbao 就是高山女神 那麼的話 12月25日就是高山女神產子 即是回到童精產子傳說的人 那麼如果當時的基督徒 是覺得童精產子是一個暗語的話 他就在講這個高山女神產子 即是他將這些東西等同同一件事 所以才選25號 而且祖國的基督教 是很多經典裡面 將耶穌等同太陽神 他們叫做白浪 即是把Apollo Horace和Jesus 三個擺在一起 因為當時是有宗教共用的 而在舊約的耶路華 也有很多地方 指他是一個太陽神 即是如果這樣聽下去 耶穌並不一定是12月25日出生的 也挺肯定不是的 也很肯定不是的 反而我覺得會是4月 4月 父母節 因為耶穌也是一個神話 一個重述的過程 早期基督徒就是想把古代的傳說 重新說出來 耶穌最主要的原言就是巴力 即是阿瑟拉和神的兒子巴力 他是一個春天的神 他春天就出生 然後到冬天就死亡 到下一個春天的時候就復活 對不起 打差一個問題 剛才聽到一點 我也覺得挺奇怪 耶穌受完洗之後 他感謝母親 聖靈母親 聖靈母親 即是有聖別之分 我一直理解那個神 要是男人 要是根本沒有聖別 但如果這樣說 你剛才這樣說 可能是一個女性 有聖別之分 在聖利亞文的聖經裡面 希伯來文的聖靈 希伯來文的聖靈 這個字本身是女性 在聖利亞文聖經 將新約的聖靈 全部視為女性 而聖靈說自己是保衛斯 保衛斯這個字 是引用自舊約 媽媽照顧孩子 即是說 根本早期基督徒 很清楚聖靈是一個女性 那都挺合理的 因為其實很多 我怎麼說 有很多宗教 其實都是很尊重 女性 因為我們的出生一定 是由來於一個女性 至少沒有是社會 沒錯 另外還有很多神話 我們聽過的東西 都是跟 因為傳說 跟聖經不一樣 但剛才我聽了很多次 其實上一集都聽過 多次講靈芝派 或者諾斯迪 你可不可以在這方面去講 究竟這是一個什麼派別 其實是否一個 那現在二端呢 可不可以這樣說 觀點可以這樣看 耶穌 可能有個歷史上的耶穌 但是自保羅開始 保羅是不追求歷史上的耶穌 他是說一個 Christ within you 一個萬有的基督 基督在你心裡 保羅在異象裡見到的基督 而不是親眼見的基督 即是保羅是見到一個 一個想像的神使 那靈芝派就是耶穌而衍生出來的 等等 你這樣講法 其實靈芝派裡面 講的那個基督 都不是一個 物理上存在的東西 即使這樣講法 我只能否定 耶穌釘十字架 對於靈芝派來說 其實由耶穌開始到保羅 到靈芝派 都相信聖經不是字面解釋 是用靈意解釋 靈芝派 你講到它的經典 就是你所謂的Nobstic 那究竟這個經典 由來是怎樣的 即現在其實 究竟天主教 基督教還有人 去讀這些經典 讀它是否一個 犯禁的罪 不如說了一個 他們究竟哪些是靈芝派 好 首先我們知道 早期有耶穌 接著有保羅 即是十二使徒 接著是保羅 十二使徒裡面 首先就是 耶穌將他的權威 按照早期的歷史 就是交給雅各 而不是交給彼得 雅各 就成為了一個 他們是一個信奉 保持律法的一個支派 但是這個律法的支派 就是一種有律法的靈子 而另外一個 他就交給大公教會 建於盆石的彼得 彼得跟他有一個近親的示威 傳譯人 他跟他的傳譯人 就相信耶穌是一個幻影 即是彼得就相信一個彼得靈智 當出現第三個 接著當保羅出現 保羅就在異像中 大馬士格 大馬士格即是寫開古卷 發言的位置 就看到基督 保羅其實就是薩瑪利亞的靈子 OK 保羅就按雅各後人所說 經典記載 叫做格里面經典 保羅其實是行邪術的西門 他就推了雅各下樓 然後令雅各死了 然後就莫達拉馬利亞 承繼了雅各的位置 作為第一個女子 莫達拉馬利亞就是 莫達拉馬利亞靈子 即是說 整個早期教會出現了雅各靈子 彼得靈子 保羅靈子 和莫達拉馬利亞靈子 他們是不是都是今天的靈子派 全部都是 基本上 頭一百年的教會 都是一個靈子的社團 只不過去到一百五十年 尤斯丁在羅馬的一小群的學者 他才開始提出 可不可以把這些書 用字面去解釋 字面去認為耶穌存在呢 尤斯丁才是第一個人 在上一集都說過 連尤斯丁自己的學生都說 你們在看我現在寫的 我們這個和諧聖經版本 只不過是跟你們的神話一模一樣 究竟這幾個靈子派 其實它裡面說 神的事跡 耶穌的事跡 是否都很統一 還是裡面都有矛盾 他們所謂的靈子 所謂的靈子 何謂定義為靈子 就是他們相信 一切不是受外來主宰 而是你自己內心 是怎樣去找到一個救贖 即是說不是相信一個神 不是相信丁十架 而是尋找你裡面的自己 是很像佛教 是啊 我聽到它不是佛教 他們找一個自己的覺醒 找到這個覺醒 這個所謂的知識 這個從天而來的知識的時候 就能夠得到救贖 而當 剛才我們一直在說 這幾個基督教託給他掌管這個宗教 剛才你說雅各也好 彼得普羅 他們一直在傳揚一個靈知 這個在說的是零年至八多年 那段時間 那段時間其實是沒有現在的基督教天主教的 是沒有 完全沒有 所以說在一百五十年 由斯丁只是第一個 開始構想到用字面式經的人 但是在之前的時代 全部都是用一種靈感 靠一種通靈 channeling 去接與基督溝通 所以說究竟歷史上的耶穌是否重要呢 根本對於早期的基督徒是不重要 阿斯丁你所說的東西真的不像聖經 不像基督教 很顛覆 我覺得我今天正在聽另外的神話 那那個路震盪太大了 很重要了 我想我們先喝了一杯水 先喝了一杯水 好 好嗎? 好 在滿步謊言的世界裡 我們嘗試抽屍剝繭 探索真相 當你以為已經看得清楚的時候 你會發覺 有時候 黑幕背後 隱藏著更多陰謀 真相背後 原來還有真相 好 好 喝完水了 來到第二節 喝了一杯水 喝了一杯 都沒有用 口乾了 太多話想說 剛才咪後 其實真的說得很激動 有時候真的我很 不知為何 每次都是那個激情 我關了咪後 才放得這麼厲害 不過一定要說 很喜歡和阿塞一起做節目 做我們的嘉賓 因為其實我們可以開玩笑很多 我告訴你 阿塞很厲害 我真的可以說 我不打差問問題 他可以開一個題目 跟我講幾個小時 不停 我們剛才說了很多靈芝派的事情 我其實想先問一下 靈芝派裡面的信仰 你是怎樣去解釋給我們聽 它最大跟我們傳統基督教 有天主教區別 在哪裡呢 一百年 即是我們在零年至一百五十年 都在信這件事 那時候是沒有天主教的 我拿摩戴阿瑪利亞福音 來做一個裡面的說話來解釋 摩戴阿瑪利亞福音 就不是屬於拿光馬帝古卷 是在之前已經發現了 應該是17世紀末的時候找到的 裡面就說 基督就跟著摩戴阿瑪利亞說 有人跟你說 人子在這裏 人子在那裏 你們不要相信他 其實人子是在你自己的心裏 人子是說的是神 因為當時還未發明基督這個字 早期基督教 人子就是指有神聖的 所謂的Heavenly Christ 在意象中看到的基督 這就是靈芝派和基督教的分別 基督教只會告訴你 耶穌是基督 是一個歷史上的人物 你要信他 信他釘十架就死 然後你就悔改 但是靈芝派說的話 是很簡單 就是說基督在你心裏 你不需要向外求 你找你自己裏面 你成為基督就可以 很遺心 絕對 是遺心 還有其他方面的不同 有沒有聚述到耶和華呢 怎麼說呢 有聚述耶和華的 我先說另外和剛才的相關 靈芝派和主流教會的不同 就是靈芝派很著重人 要知道自己從哪裡來 譬如現在是教會告訴你 你的靈魂是受精的時候才出現 但是靈芝派告訴你 你在宇宙創始之前已經存在 而第二件事就是靈芝派要你知道 你為什麼存在這個世界 你不是為了敬拜神 你為了什麼來來到 你為了什麼而存在 你是哪一個 Holy Rage 這個說法 簡直是很適合 對我們現在所提倡的東西 但是是2000年前的 已經有了 我簡直覺得 我們好像整個 Sorry 如果我有得罪到任何教導 好像我們打到退了 我們整個宗教 對 你想想看 2000年前 要找回我們自己 已經開始了 講的東西是多麼本源 對嗎 我現在覺得 Sorry 我聽起來 我覺得靈芝派 不是一個不同的派別 他在說的 真的是很不同的 我難以想像 為什麼一個這麼新世代的靈芝派 會演變成一個 Sorry 有點霸權 有點霸道的 天主教 基督教 政治 權力 你永遠都是 其實我有一個問題 真的很想問 剛才你的第二條問題 我還沒回答 我第二條問題 我不知道我問了兩條問題 不如我講回我現在心裡 跳了去的問題 我最擔心 學生很激動 我想大體上我都明白 我其實第二條問題 只是講靈芝派的信奉 那些信奉的信奉 你問耶和華 是什麼 是耶和華 這個問題很重要 因為靈芝派 是受到古代祭司的承傳 所以他們相信耶和華 就差不多等同 這個 衛索不達利亞 裡面的阿諾阿奇 他們認為耶和華 就類似 像外星人的一些 做了人類來控制人 把地球視為實驗室 即是將信奉耶和華的真神 將他人化了 人化了 而且他是一個很無知者 他不知道在他之上 有更大的一個女性的能力 即是還蟻化了 還拆散了 有七個 因為他們相信 舊約聖經七個提及神的名字 是七個不同的神使 即是七個阿諾阿奇 七個阿諾阿奇 所謂的創世的七天 其實就是七個他們的出生 所以我們敬拜的 並不是我們所知 宇宙那個唯一的神 而可能是一些 那時很早來到地球 有高度聞名的外星人 在猶大福音的開頭就是這樣說的 門徒在那裡吃飯 借飯祷告 耶穌就笑他們 那些門徒說你笑什麼 我們不是應該這樣做嗎 然後耶穌就說 你們都不知道自己在祈禱給誰 正 而且這些不是你自己真心去做的 那做來做什麼 是啊 真正 我最不喜歡吃飯的時候 基督徒經常都 感謝神 Esther 你為什麼不祈禱 Esther 紅燈你為什麼過馬路 大哥 我紅燈過馬路 是不是我就是壞人 最多會被人告 這些事情 另外一本沒有歸入做正典的 其實是最具權威的福音書 也是最延遲的福音書 他裡面講的一個對答 門徒門耶穌說 我們應該怎樣禁食 如何禁食 以及怎樣守律法 耶穌的答案就是 不要自欺欺欺人 以及不要做自己真的事 是因為世上任何的事 好認同 因為所有的事 最後都會將來出來 好像這些邏輯 對於教會來說 還不可以接受 這裏包含了一個自由意志 就是每個人都有自由意志 你不需要做一些你不想做 或者人家逼你做的事 這個正正就是 我們有自己的信仰 那時候 我們是完全有自己的思想 不需要受罪於某個教條 大家聽不聽到 其實本來 神的旨意 是讓你自由的 我這一點 我是覺得很激動 Sorry 因為我自己很痛心 因為今時今日的天主教 基督教 用教廷去演繹神 好像是否聽起來扭曲了很多 本來神真正的旨意 我今天有一個質疑 尤其是聽師傑你這樣說 真的跟現在基督教會裏面 在教如何侍奉神的說法 很大出入 很大出入 其實我剛才有一個問題 我想問 我現在心中最大的問題 就是為什麼 本來這150年 在信一個這麼美麗 這麼自由 我覺得是這麼 這麼尋本源的一種 那種 男女平臉 男女平臉 跟年青人圍在一起 然後就去抽籤 誰抽中了籤的那個 就可以當日出來做港道 那你說 很民主 很民主 但是你想想 為什麼今時今日的教會 就是港道 那些女人就一定要是 矮化了 就是好像一個男性的附屬品 對 女牧師好像很大罪 前兩日新聞才說 聖工會抵制女士可以去港道 有沒有看新聞 是 完全離譜 我真的想不到是什麼道理 為什麼不可以 女人沒有地位 因為補羅書上提 對 女人不可以港道 女人又不可以做牧師 是我也聽過 女人最多你可以做一個傳道人 就不可以做牧師 其實 為什麼這麼不文明 我是會這樣 聖工會比較差 其實我的問題是什麼 本來一百年 一百五十年以來 是這麼純粹 這麼尋本源 這麼自由的理念 一個宗教的理念 為什麼會發展到 一百五十年之後 這個霸權的演繹方法 究竟這個由來怎麼來 為什麼當時會摒起了這麼美麗的經典 剛才解釋了 早期的機構界是很多元 很多不同派別 用很多不同的經典 但是在一百五十年的時候 在羅馬出現了一輩子的哲學家 就由詩丁開始 他就開始提倡這個用文字式經法 因為他們在羅馬 就開始跟這個政權開始有一個結合 而慢慢形成一個叫做 Proto的Orphodox 即是原始的正統教 這個原始的正統教會 就開始想去由羅馬為中心 去排斥其他跟他自己不同的宗教 而與政權結合 一直發展下去 就成為了軍事坦丁的政權 其實是一個政治干預的事件 我覺得 好了 這麼多經典 為什麼我要摒起 剛才你說的這麼美麗的當馬福音 拿哥馬帝福音 還有摩達拉馬利亞 那些東西 他裡面的說話很好 你為什麼不可以把它納入經典呢 就是因為太散?還是怎樣? 不是 他有幾個規定 第一 如果提及到摩達拉馬利亞有對話的 就一定要刪除 因為他們不想讓人知道 摩達拉馬利亞曾經作為基督教的領袖 即是如果聽你這麼說 OK 摩達拉馬利亞此人存在 那 剛才你說過 耶穌可能只是一個幻象 或者他們見到一個精神 這樣 那摩達拉馬利亞是否真的一個妓女 你的資料 首先 有一個 Historical Jesus 即是一個人物的基督 他是教授一些道德上的知識 或者一些啟蒙的知識 而一個就叫做 在一個好像保羅儀仗裡見到的基督 就會傳授一些宇宙的知識 而這個歷史上的耶穌 按照這個萬特安派 萬特安派是什麼呢? 他就是當時 又是一個在伊拉克的靈子派 他原本就是早期猶太的艾塞尼派的人 遷移了去伊拉克 所以他們的經典沒有被人消毒 他們的經典沒有被人消毒的話 就保留了很多關於摩達拉馬利亞的記載 在那些記載裡面就說到 原來摩達拉馬利亞 是當時巴比倫的一個小國的國王的女兒 她從小到大就要受訓練 學希伯內文 就準備大過了嫁給一些猶太有權勢的人 但是在摩達拉馬利亞 即是她那個摩達拉馬利亞本身那個 俗裔就不是猶太來的 不是猶太 是巴比倫 而且她不是妓女 她是一個公主 明白 所以摩達拉那個字 可能就是她住在一個很高的地方 一個高塔 不是你剛才說的 反而是高塔 反而是高的 那怎樣? Sorry 你繼續 但是摩達拉馬利亞 她反而選擇了一個很窮的 艾塞尼派的耶穌 愛上了她 按個經典記載 然後猶太人就很憤怒 因而要釘死這個耶穌 唉 我現在我輸了 OK 原來真的有個耶穌 有個歷史上的耶穌 去到這裏 我又有個疑問 很多人都知道 在聖經所說 就是猶太出賣了耶穌 因為用錢 就拒賂了士兵 才令到耶穌被釘十字架 另一個說法 其實耶穌之前 跟猶太已經談好了 他因為想令到耶穌在這件事裏面 就是失法 受難 因為他要被處死 才可以成就他復活 成全他救贖 原來他們之前已經打好龍通 是談好 一個做醜人 一個做好人 而是這樣做的 到最後甚至說 在猶太福音裏面 這個情況 尤大是被歌頌的 因為他是參與反派的角色 但是他因為選擇擔當這個醜人 才成就了耶穌這個人的成就 或者他是為我們流上這麼多的鮮血 這個說法你又怎樣看呢 有兩個重點可以說 先休息一下 那我接一接 我想說 不不不 等我喝完 是 我知道 聽眾要聽別人說話 我就是剛才所說的 尤大福音的經卷 我自己 在這裏也要做一個絕角 跟大家說說 很多很多剛才阿詩講過的一些刺經 包括了什麼肥力書 多馬福音 多馬福音 馬達辣福音 對 馬帝 這些刺經 其實很多都失傳 其實歷史上知道有記載有 但是呢 有很多就被人藏起來了 那我有點可以肯定呢 就是在梵蒂江的圖書館下面 就很齊的 但是 對不起 就不是你們個個都可以看的 我相信 可能是書機級才能進去裏面看的 書機都不知道是不是個個都可以 但是呢 這個世界叫做什麼呢 你越想禁 真的禁 我想可能是焚書省餘料很多 就是很不容易 或者叫做非常傳奇地 挖出來 這百多年都 就是逐個逐個 這些經典找到 包括了 傳奇一般的 石海古卷 那個馬太 又是 然後還有 尤大福音 尤大福音 就是最近年的 裡面 都是有些很傳奇的故事 講到怎麼發現 但是今天 之前我們聽過 今天我們不是這麼說 我們回到剛才 喝完水的 你去講 你怎麼看 他們是 true or false 究竟 尤大和耶穌是否真的夾計 做了這場大龍複 不只是 true or false 這麼簡單 如果你大概了解 當時基督教的正典 和所有典外經的時候 耶穌最後和雅各講的說話 就是 他最後向雅各顯現 但是他竟然和所有門徒說 我向你們顯現了這麼久 和你們一起這麼久 你們竟然沒有一個 知道我的真正身分是哪一個 這個就是 尤大福音的一個 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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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竟耶穌真正身分是哪一個 很多人就以為 他是耶和雅的發生 有些人說他是聖子 有些人說他是道 在尤大福音裡面 在剛才說的 耶穌笑完他借飯之後 耶穌就拉開尤大一邊 然後經過尤大拉到耶穌那邊 就跟耶穌說 其實我知道你在哪裡 我知道你是什麼人 他說你是自巴比勒的國道 巴比勒就是在古代的信仰裡面 古代的宗教裡面 一個至高男女同體的一個神 他是一個女神 他是創造大地 但是他同時是有 有符有墓 陰陽同體的 這個就是靈芝派相信的 至高 他是至高神的一個影子 所謂創世紀神的形象 就是在說巴比勒這件事 而在舊約稱他叫做智慧 所以就有這個智慧書 在真言裡面就說 在耶穌華創造萬有之先 就有了我 很明顯是兩個人 一個神使 說耶穌華創造世界的時候 就有了我 其實猶大就是知道 耶穌真正的身份就是智慧 但是這裡又出了另一個問題 為什麼猶大有這種 好像天眼通的能力 就是看穿耶穌真正的身份呢 就是他用了特殊的智慧 就是天眼通 就是所謂的靈智 他有了靈智 因為他知道這件事的時候 所以耶穌說 連雅各比德 每個都猜不到他是誰 每個猜到的層次都沒有去到這麼高 想不到他是智慧的化身 就是最知道耶穌的心意 和他的底細就是猶大 所以就交這個事情 重要任務給他 這個重要任務就牽涉到一個很大的問題 因為他在最後晚餐的時候 他要提早走去完成這件事 那麼在最後晚餐之後 是發生了一個很重要很重要的一個記載 就是門徒上山唱詩 那是關乎什麼事呢 在約翰行轉裡面 還有在第五世紀有一個叫做救主的福音 也是另外一本寺經 就說到門徒圍著一個圈 就唱詩 就和耶穌一起升天 升上天之後 就門徒看到耶穌的門徒 耶穌就告訴他 你就是我我就是你 其實你看到我 我就是宇宙 你們就是宇宙 你們就是宇宙 你們就是基督 基督就是宇宙 這些門徒升完天下來之後 就得到使徒權柄這件事 所以在寶羅書信裡面 他經常說自己沒有使徒權柄 所以他就爭議 他就說我都升過上三重天 其實就是對應這件事 那為什麼要和猶大福音有關係呢 因為猶大福音的結局就是 耶穌就是和他講了宇宙的奧秘 宇宙怎麼開始 宇宙的結構是怎樣 然後就是給猶大另外一次自己升天 令他同時擁有神聖的使徒權柄 在猶大福音的古卷裡面 還有差不多12塊的碎片 我嘗試過重組 另外有三塊可以拼到猶大福音裡面 其中一句就是結尾 現在你查英文版是查不到的 但是我看下去之後 應該是一些法律賽人說 你明明是一個很好的門徒 為什麼你會做這些事情 然後他下一句就接著說 終於你現在做這些事情 但是我們知道你是耶穌的真門徒 是很感應的 在這裡我先做一個註腳 為什麼我們要找阿Sig 過來做這個節目 去講一個這麼沉重的話題 在《不能說的聖經》 我們《不能說的真相》 都不能隨便找嘉賓 因為其實我們認識阿Sig 它是很尋本源的 我們知道了 如果大家聽過 我們其實找回來這些古卷 因為腐化的問題 收藏得不好 其實已經腐爛到零零碎碎了 原文就是希伯萊文 這是科普特文 是科普特文 是科普特文 我們的詩其實就是 認識科普特文 亦都認識希伯文 這裏可能如果再有些知識 跟聽眾可能都說 科普特文確實是一個 我相信現在這個世界上 其實也不是很多人認識 你可以說是through channeling 我相信我們認識 是不是阿Sig 你自己對科普特文 那個掌握和希伯萊文 那個認識 都是經過一個很特殊的經驗 對我來說是特殊 但對於靈智派的人 其實他們是損上了 例如剛才你聽我說很多故事 或者一個創世 講智慧 我不是看書看回來 我是一睡醒 就已經接收了 下載了 好像New Age 那些 靈智系統 這樣下來 因為我原本是一個 機要派的信號 就是因為我突然接收了這些東西 所以我無法處理 才慢慢找一些書去求證 明白 即是 in any event sorry 我想說 帶出重點就是 阿Sig他研究的經典 是用古希伯萊文 和科普特文 Coptics 那個原本 去医譯回來 即是比起我們現在拿著 聖經的中譯本 甚至理睇英譯本 都更加原本 我們剛才說了《猶太福音》 講了很多《猶太福音》的東西 亦都之前講了其他的經典 我都覺得聽下去 是很美好的 裏面講的東西都很言之成利 跟我們現在New Age的思維都很銜接上 是否因為這些問題 是否因為末大拉是一個女人 是一個公主 她嫁給了一個很普通的耶穌 所以不可以接受這些經典 究竟當時羅馬教廷是基於什麼基準 去摒棄了這些這麼好的經典 即是所有的經典 我就是說 她如何因別出來 究竟她背後有什麼想法 權力 權力 所有都是關乎權力 早期基督教的典外經的重點 很多就是教你成為基督 當《猶太福音》說 耶穌說 如果你從我的口裡喝我的水 你就會成為我 這些便不可以接受 聽到接吻 不衛生 還會成為基督 明白 肥立方也有說 如果一個人真的接受了信仰的時候 這個人再不是基督徒 而是基督 這些東西都不能夠接受 或者我俗氣這些演繹 如果你們各個可以成為基督 你們就不用回教會了 就是這樣 所以 你每個人都可以成為三一部份 所以 可以理解的 如果你放了這些經典下去 真的 自打嘴巴 誰還去做十一奉獻 講到這裏 其實 第二節已經夠了鐘 過了時間 怎麼辦 不用說了 到第三集 第三集 第三節 好 如果第三節說完 我們再想第三集 我認識你 就不掉了 多喝一口水 待會 你說多一點 找了真相這麼多年 為什麼謊言仍然存在 陰謀繼續發生 雖然我無法令你 清楚每一件事 但是 在探索真相的路途上 只要有你同路 你就會聽到 不能說的真相 好開心 今次做三節 第三節的 不能說的真相知 不能說的聖經 剛才也是 每次咪咪後 都是激情 剛才我們說了很多宗教 尤其是教會裏面 現在我們講的基督教會 其實不知道是因為什麼原因 是否因為曲解了教義的理由 造成了很多悲劇 我們覺得有很多東西 就很犯人論 是很違反人性的 所以我們為什麼說得這麼激動呢 有很多人的生命的幸福 都可能因為信錯了 或者信的方法不對 都帶來了很多不幸 這一點呢 我想我們一會兒 都要輕輕去講講 但是這裏呢 先要交一個問題給阿 鍾元波 你剛才有幾個問題 你在那裡排隊 還沒有問的 當然有 很多人都會對耶穌的死 有很多疑問 包括究竟 他是不是真的上了十字架 有死到 死了之後 他是不是去到山洞之後 在秘道走了 還是真的有復活呢 接著就說 還有些人呢 在達文西密碼描述到 有人找到耶穌的母子 並且發現他曾經 結過婚 還有個女兒 這些很多的問題 都是很多教徒 或者就算非教徒 都想知道的事 我想阿希莉 就一次過解答了 好 從《拿過馬帝古卷》裡面的經典 一本就叫出名的《弗利夫音》 另一本就叫做《大采特第二輪》 裡面就講到 一個很靈芝派的 有很特殊的關於基督和耶穌的關係 他們就說 耶穌是有被釘 但是當耶穌說 我的神 我的神 你為什麼要離開我 他在《新約聖經》裡面 是用阿蘭文的發音來寫的 阿蘭文的發音 為什麼這麼奇怪 有這樣的做法呢 就是因為 在一個 加沙的 一個 猶太的古卷裡面 就有一個叫做《魔法》 一本《魔法》集 就說 當然如果人類要逃獄的時候 就要唸《詩篇》這個 我的神 我的神 你為什麼要離開我 耶穌就剛好上了十字架的時候 就特地用阿蘭文念你的話 而聖經也要用回阿蘭文 寫出來 中文聖經也要用回阿蘭文 寫出來 即是說 耶穌說的一句話是一個咒語 弗里福東就解釋了這件事 就是說 耶穌上去的時候 因為基督 基督是進入了耶穌的身體 是一個驅隔 對於《寧之派》來說 肉身是一個怒獄 耶穌要逃獄的話 他就念那句咒語 當耶穌一上去十字架 一念了咒語的時候 弗里福東就說 基督就是那個時候離開了 這就是《寧之派》的說法 在《大賽特》第二論裏說 我從來沒有被釘過 只是被釘的是另一個奇人 彼得有一個啟示錄 彼得跟耶穌 另外一個耶穌 即是基督 坐在樹上看著耶穌被人釘十架 然後就說 你看那些人 他們只看到物質空間的東西 而不知道世界以外 有另外一些空間 另外一個dimension 即是其實都幾平衡空間 我這樣去理解 其實耶穌真的有被釘十字架 只不過他念了那句咒語之後 他的靈魂已經離開了 所以他就沒有經歷了那個痛 以及被人所理解的 就是他已經是升了上去 他見到的影像 只不過是那個驅隔 在受一個苦難 這個是靈芝派的一個matrix的世界觀 他覺得我們的物質空間 只不過是一些幻象 而基督那邊的東西才是真實 即是說這個 真是很matrix 即是二世紀 我能說法 釘十架是純粹為了滿足那個 空中掌權者的慾望 他想釘死他 我做給你看 但是你釘得到物質界 你釘不到屬靈世界的東西 沒錯 其實靈芝派就是反對 用一些那麼殘酷的說 釘死神的兒子 而得到夠屬的這個說法 所以才做了這些不同的故事 有一本就不屬於靈芝派的經典 但是沒有立入正典的基督教的典外經 叫做《約翰行傳》 但是關於耶穌釘十教的那篇 是很美妙的 明年我有一套劇叫做《耶穌外傳》 我最後都會放這段說話下去 很期待 你可不可以給我一些預告 讓我們先提出 我先說完 你先打開一會 耶穌怎麼說呢 有些人想我是基督 我便是基督 有些人想我是耶穌 我便是耶穌 你想我是麵包 我便是麵包 我是活水便是活水 我有被釘 亦都沒有被釘 我有被尖毛穿過身體 亦都沒有被尖毛穿過身體 嘩好閃 好閃 即I am nothing 亦都可以是所有的 I am everything And I can be nothing 這個就是 其實這個不靈智的 這個是早期基督教相信的 即是根本他們當時 正如我所說 他們不是說的 Historical Jesus 他們是說的 就是這一件 Dance of God 現象 之上有一個 Supreme的東西 不是我們不能夠形容 但是他們就敬拜那些東西 這個就是 讓行傳的一篇詩 我覺得用這個 這麼蠻的方法 已經解釋了 究竟有沒有Dance of God 我只是聽你說 這個我也很想看 這個耶穌外傳 究竟裡面有多少 精彩的金句 出來了 對不起 我又要打叉 喂 這個是你第二套劇 第二套劇 第一套就是千年禁章 之前那套 但剛才 S就看得這麼激盪 當時 我就除了看服裝之外 劇情我都很著緊 你知道 很可惜 今年 伊連禁章首映的時候 我就真的 那天我其實是知道的 我是抽不到時間 因為我不在香港 我有沒有機會再看到 有啊 你已經入了紙重演 OK 非常好 去年的事 也會是 那你放心 到時候 你只要告訴我 是哪一天 不用 我會 增了百人 我自己是 就是 很想是 當支持 阿sik 那我都要 去看 那些一千元的嘉賓座 給你 那就不需要 我做一個普通人 始終得是 平民百姓 好 回到我剛才想追問的問題 現在知道耶穌其實是有被釘十字架 但是之後有人說 就是說 他是復活 並且之後 就在那個密室裏面 被人救救了 之後就開展了他們自己的生活 結婚 殺了個女兒 甚至死了之後 都還找到他的母 那這個故事 和你之前說的故事 不是有一點點 好像是相矛盾嗎 是矛盾 因為靈絲派對於 聖經的每一個概念 都有一個很特殊的看法 先講復活 靈絲派講到釘十字架 這個位置已經完結 之後出現的 就已經是一個顯現的 異象中的基督 所謂的復活 靈絲派認為耶穌的復活在於哪裡 就是在燈山變象的時候 譬如在基督教裡面 跟天主教 沒有人解釋到 為什麼有燈山變象這件事 沒有人知道為什麼 但是靈絲派知道 對不起 變象 是Transfiguration 是聖經裡面的一件事 講耶穌在山上高 突然之間 升天 然後發光 又下來 其實靈絲派知道 耶穌是修行一種古代猶太的聖天術 升天之後 你就跟你自己的 我用New HD的字眼來講 我不用靈絲 它是英文 因為比較深一點的那些會 一個 施我就是耶穌 耶穌和一個超我去結合 他找回自己的超我 他得道了 他明白了自己原來我是一個超我 所以他就轉型 而這個主型 對於靈絲派來講 這個才叫做復活 還有重生 所謂復活 重生不是死後的 因為弗里方有強調這件事 就是說如果人在在生的時候不復活 他死後是不會得到復活 我聽起來 我直接覺得我是在聽釋迦茅尼 怎樣去誤 得誤 即是很相近似的一種演繹 還有 即是聽起來 你說New HD也好 你說佛教也好 其實靈絲派的學說 即是很 跟進入很多其他的信仰 多於我們認識的基督教和天主教 最特別的是我完全對佛教 甚麼都不認識 還有我看佛教的書 我是不明白的 其實是很佛教的 他講的東西 剛才描述的情況 就是說他肉身突然變成了一團光 就升上去 他可以大又落回來 即是這種紅化圓著 因為佛教 其實真的跟他剛才 我講兩句 我不認識 我不是一個佛教徒 我只是當是一個Layman 我認識的 即是佛 即是跟剛才講的最近的地方 就是覺得 即是 I am nothing 即是我們現在看這個世界的形象 都是假的 即是其實真真正正的那個 那個reality 就是 不是這個 不是這個形體化的世界 以及每一個人都可以成佛 都在你的心裏面 其實你都有了所有可以成佛的條件 在你自身裏面 就是你去不去追求 以及剛才阿Sik不是說的嗎 人子是不在外面 不在裏面 在我們自己 你記不記得 我們看的那本 When Buddha taught 是的 他說我們人 是擁有所有的能力 在我們內在 能夠解決所有的問題 是的 根本不用向外求 其實是很接近的這個概念 是的 亦都回應 真的如說真 如果一個教派的宗旨是這樣的 或者信念是這樣的 其實真的是一個太自由的教 可以說 教廷想去牢固 想去凝聚他們的實力 就是奉行這種理念 就不是那麼幫到手 但是如果是奉行的話 我想我們會提升得很快 歷史就是這樣 不會向著一個 那麼容易的方向發展 是的 我講到摩大利亞 馬利亞福音的開頭 好的 因為開頭有一個很重要的訊息 就是 彼得問基督 藉著摩大利亞 問基督 什麼是罪 摩大利亞就說 其實是世界上沒有罪 只不過你們眼看見 做了出來的東西 表現出來 你以為是罪 才是罪 好像與神對話所說 我們不會有對錯之分 這個是你自己對自己的 你這句話 對於很多教導的說法 就很罪 你這句話本來是罪 是罪 所以不是全部燒掉了 因為我 其實我見到很多 宗教 或者教會 為何要說這麼多 這些教條裏面 要守規條 而且很難守 監勞著很多人 天主教 簡直是不可以離婚的 真是陰公園 那架錯郎 你就有一輩子了 我見到教會裏面 那些 這麼霸權的教條 其實就傷害了很多人 最霸權的就是 你一絲懷疑 都不准有 我覺得 是不是正信 就是應該一點懷疑都沒有呢 你一個正信 和你一個真正的相信 一個出於你自己最內在的相信 不是應該經過一個 質疑的過程呢 我給你一點靈智的釋經 譬如 正通教會就會解釋 因為耶穌說過 二人成為一體 神做男做女 二人成為一體 所以結婚之後 不能離婚 因為他們是字面釋經 但是靈智派看這段經文 就是在說 原來是一個 那個師我 和那個超我結合了之後 成為一個宇宙完整的一體的人 所以這個人結合了之後 就不會再分離 這個是弗里夫人裡面教過的 就是靈智派 和正通教會 看同樣的聖經 但是我們用不同的詮釋的時候 就會得到不同的結果 是的 教導都不同 所以靈智派不會叫人不要離婚 因為我們知道 二人成為一體是說 這個師我和超我結合 而達至那個宇宙的獨一 我又想問回阿塞 你其實本來 你去不追求靈智派的訊息之前 你是回傳統教會 是基耀派的 基耀派 好真同性戀者 那些 你說什麼是基耀派 還有你為什麼會最後叛教呢 可以這樣說 過程就是 我很簡單相信這個宗教是善的 你以前是不是很虔誠的 很虔誠的 覺得不相信的就是 類似都是魔鬼 不相信就是永死 我們以前也是這樣相信的 一定是 標準的 是的 我的教會就要偏激一點 晚上不要跟朋友喝東西 既然喝東西 不如拿時間去茶經 會去到這樣 卡拉OK就不能去 掩頭髮不行 化妝也不行 浪費時間 有個程度 有些就要 回教會一定要穿西裝 如果不尊重 如果不是就不尊重 即是要派一些極端的思想 那你當時還怎樣侍奉這個教 你是每個星期都回教會 有沒有做什麼服務服務 有啊 有侍奉 有其他 出去踢客人入會 我做過一些很 不知道別處有沒有說過 我做過一些 今天我覺得自己很羞愧的事 我曾經勸過一個 在火車上勸過一個 黑人的魔門教徒 叫他們不要回魔門教 然後那個人 很感謝我 但我今天覺得我很錯 因為我沒有尊重別人的選擇 而用自己的價值去批判別人 你都大膽 黑人通常都昂長六尺 不是那個小小一點 他欺負別人小顆 那你那時候什麼心路 你口排他所有的 其他宗教會 你覺得都是異端 我讀藝術的 畫過一幅畫 佛是一個魔鬼 去到那些位置 但是有一件事就是 你自己本身有一個 一個自覺 還有 你不能夠每天都告訴自己 你知道我有罪 我有罪 你不會起身重複之後 告訴自己 什麼東西都是罪 好像一個心冤 這個信仰不能夠解脫 因為你永遠都重複到自己的罪 你要悔改 要悔改 還有他不會告訴你 你是哪一個 你只是教會的其中一個分子 基督的身體 好聽一點 基督身體裡面其中一個有用的信徒 但是這個信徒是賭帽出來的 你有一點點標其立義 有一點點跟其他人有差別 你跟那個帽不合 你已經不是他們想要的信徒 你沒有自己的那個教會 聽下去 你以前 現在你好像很聰明 懂得譴責 用客觀的眼光 但是你以前塞了那個頭 你覺得為什麼你那時候會這麼信 還有為什麼會這麼突然地轉化到 去研究靈知 基督教 譬如就算你勸一個人 不要相信任何宗教 其實不簡單 因為宗教不是一個個人選擇問題 很牽涉到他的貧背和他的社群 他突然之間你要去抽離的話 他可能沒有朋友 或者他家人也有關聯 就是一個連鎖性的一件事 所以很多信徒 根本可能自己信什麼都不知道 但是這個信仰是他的人物的關係的物料 所以跟信仰不是真正有關係 我當時都是因為學校的朋友 還有那時候外國 外國社會的華人教會 是有一個策略性的 針對一些留學生 因為其實他們都很孤立 他們的處境 還有外國的華人都比較孤立 變成他們好像有一個避難所的感覺 後來我開始發覺他們的信仰和普世價值是有衝突的 對於平權 對於墮胎 和同性戀問題 他們和這個社會是不接合的 平權就是男女平等嗎 或者甚至那時候討論的就是回歸時候 究竟應該是 我當時估計 香港的教會是會親共的 很不幸運就猜中了 即是他們真的走向 拿了這個義勒基金 而不斷去搞一些愛國祈禱會 即是完全用拿狼話書來引證 就算任何極權都是出自神 我覺得這些已經違反了普世價值 原來教會都這麼政治化 很政治的 教會一向都是政治的 梁美芬之流 梁成智那些全部都是這些 有灰心 但自己也維持自己的信仰祈禱 但是你開始有懷疑這個是罪 我問神就說 好像這一套不太適合我 我問我會不會有第二本福音書 我未見過的 可不可以給我 等一下 你那時候 你是完全不認識 剛才你說的這些福音 完全一些東西都不認識 我連靈芝派這個字都沒有聽過 多麼的福音都沒有聽過 即是你那時候只是認識 全種聖經裡面的東西 雷梅都不會相信 你這樣說法 即是你現在相信 劉太和靈芝派都有論 這裡也想你補充一點 因為就是 教會就不會告訴你 你只是得永生 但你不會告訴你 你會有輪迴這件事 好 這個我們保持 待會一定要回答的問題 因為我也很有興趣 但我們想聽回你的心路歷程 你這麼讀信你的宗教 接著你開始問 接著你就問神 你求神就跟祂說 會不會可以給我 第二本福音書 接著她有沒有回答你 接著我有一天 就走進項目一 拿起了一本書 就是 Elaine Pagos的 Beyond Belief The Gospel of Thomas 而且我打開那本書之後 在這段時間 我已經開始接受 宇宙是怎樣開始 這個世界是matrix 時空是怎樣 基督是怎樣 一直有人教我這些 開始懂得看希伯來文 已經覺得古怪 你正在看剛才所說的 Gospel of Thomas 即是叫多馬福音 多馬福音 也是其中一本《刺經》 是的 那本書是 現在最頂尖的 哈佛靈智派學者寫的 戒經 而那本是英文書 對 接著你就一定開始去看 你看完之後 有什麼感覺 我發覺 就算到今天也是 我看任何關於靈智派的東西 我是已經認識了而引證的 佛靈是不行的 我看不明白的書 明白 不要緊 總之你自己就是 我只是有了一個知識 我看一本書 原來是真的這樣 我可以說 所以我陳述的時候 很快的原因 就是因為 我先知道的東西 然後我又拿回一些知識 去支援 明白 明白 當時你 OK 你看也好 或者你自己 敢知道這些知識的時候 是 他跟你自己信的東西 有很大的區別 這種震撼感 你怎麼處理 因為 他跟我接收到的東西 一模一樣 我在無人教導之下 我可以全息成本 多瑪福音出來 即是剛才所說的 太初 多瑪福音 門徒問耶穌 什麼時候是世界末日 耶穌就說 開始即是末日 末日即是開始 那這些事 我其實未看之前 我已經接收了這個訊息 所以我不覺得特別 那OK 你不 那個震撼感 你處理到 因為你已經內化了 一個信心 你是OK了 但是 你怎麼看回你自己 以前那種 栽料的頭 下去 一個 另一個 我覺得是解脫 你覺得是解脫 靈芝牌 告訴我 我是 我是哪裡來 我為什麼在這裡 我是哪一個 我一直想找的是 你是獨特的 你不是一個教會的賭母 你可以自己去尋求自己的真相 任何人都可以尋求自己的真相 你喜歡拿起任何書話 那本書是聖經 對你來說是聖經 就是聖經的了 OK 不是別人告訴你 那本書是聖經 是你自己去覺得 那本書是聖經 很棒啊 這句 很棒 聖經 everywhere 神就 everywhere 你怎樣去發掘 怎樣去拿回來 就是 我想表達一個 我自己的 appreciation 就是我覺得 Aseek 我見到一種正向的 就是對神的一種追求 就多於很多我認識的教徒 可能他們只是懂得單向地 由教會和牧師去接收神的意旨 我覺得這樣就是很容易迷失 或者很容易被誤到 反而我覺得一個正訊是應該通過一個 好像剛才阿施說的那種 你是經過你自己的努力去追求出來 還有你自己的心神領會的理解 我覺得這樣好像比我覺得來得更真實 最簡單的一件事就是 我會這樣看 如果一個真正的信仰 它是不應該對這個社會有危害 以及違反一些很基本的普世價值 如果它違反普世價值的時候 它會危害到社會的時候 那就不是真正的信仰 等等 先等等 你當下看到教會也有這種問題存在 現在? 普世價值 有什麼普世價值是被詆毀的? 那些教會是怎樣做呢? 很簡單來說 就是叫做嚴人歡己 譬如同性戀者 他說要去諮詢這個法案 就要喊打喊殺 還有不可以說 但是自己的牧師神父就亂動 搞一些教友 完全是視而不見和被掩蓋了 他們那些叫做 雙重標準 他們犯的罪就是 因為他們用了經文 就是因為你已經信了主 你受了一陣 你只需要洗腳 就已經可以絕罪 所以因為這個神學的解釋 他們就可以不斷重複犯罪 而不覺得自己犯罪 因為他們已經覺得自己得咎 以前就可以買淑罪圈 現在你就可能 很方便 洗腳就可以了 有祈禱懺悔 洗腳就可以了 或是牧師這麼喜歡去按摩洗腳 這種雙重標準就是違反菩薩價值 還有在公義上有沒有發聲 現在香港面對這麼多問題 他們不去爭論 只是爭論同性戀的問題 這個完全是違反了 作為宗教是社會的功能 我自己 其實我對亂同僻的神父 牧師來說 我都有憐憫之心 其實我自己覺得 我覺得在這麼欲的宗教色彩之下 其實剛才聽過很多規條 其實是挺監牢著很多 本來一心去侍奉神的教徒 但是似乎教會 他演繹神的旨意的時候 用了很多規條去監牢了很多人 當中其實有很多事情 就很違反人論 也都叫做 你在這麼禁慾的情況下 其實你越禁慾 就越令到個人壓抑 有時候我覺得 經過這麼多壓抑之後 做了一些不對的事情 不可以只是說 他本身是個人的問題 可能真的本身 就是教會去演繹神的方法 都是有問題 教會有一個規條 有一個不成文的規條 就是說 如果一個人覺得自己有同性戀傾向的話 你就應該去做神父或者牧師 還死 這個是一個不成文的規條 你真的沒聽過這個規條 我同學覺得很國謀 所以這個是一個問題的源頭 他們認為你要逃避這件事 你還沒去單身 但是因為越單身越壓抑 越壓抑 所以當他身邊有很多小孩的時候 他還沒把那件事發出來 所以為什麼天主教戀童的比例會這麼高 就是因為這個不成文的規條 那Aster也是一個受過教會的 就是這麼多規條 你以前怎樣嚴守戒律的 你執行這些戒律的時候 你自己有沒有覺得很困難 十一奉獻我ok的 始終是錢 不給我有男朋友 我就覺得比較恨真 婚前性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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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朋友又不給 不給 不是同等級 為什麼呢 什麼同等級 不是同一個教會 不是同一個 我不喜歡一件事 我認識一個男朋友 要給我的小組組長 承認 如果我媽媽都不承認 你有什麼資格承認 還有我跟誰有什麼性關係 關你幹事 我覺得完全無關 但是我覺得他們所有事情都要管 太過分了 抱歉 我真的失禮 我沒聽過 你選哪個男朋友 要什麼他管 教會可以管的嗎 這個 管得很嚴重的 那他怎樣因別 那你如果一定要同一個教會 你那個教會裡面 可能大部分男人都已經結婚 或者已經 你不要想在教會裡面 找男朋友就可以了 你都要給小組組長祈禱 因為我們寧恩教派 你騎完之後 小組組長說 我收到神的訊息 這個弟兄OK了 你先前進 那你就可以前進 如果你不是的話 你慢慢等 他說 他收到 為什麼你不由你自己去問神 我真的覺得 你為什麼要聽他說 就是權力架構的問題 對 因為他是小組組長 因為他是高於我 他有權病的 如果他承認的話 我便有他的祝福 但是他的祝福是什麼 他是人來的 他自己都嫁不去 說什麼 教會有種很奇怪的權力架構 就是 譬如牧師的兒子的權益 就會比其他小朋友大 還有 如果你是年紀大的 單身的男性和女性 你在教會侍奉的機會又會低一點 因為他們已經假設了你會去嫖妓 或者你會去做一些不應該做的事 就是覺得你是罪人 即未審就先定罪 剛才那些 他說的話 不是我何聲 不是我鍾元說的 是一些已經經常出入教會很多年 去到認識教會裡面整個行政很深入的 阿斯和阿斯和阿斯和我們講的 阿鍾如 好像你的問題還沒回答 還沒回答 我很想知道 阿斯 你講了這麼多教會的不是 也講了一些聖經的真相 我相信也有一些舊的教友 可能會打著你 如果你這樣來經背道說這些話 你一定會落地獄 在下面接受這個不斷地獄之火 永火之燒 你自己相信有天堂地獄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就是 我知道其實聖經裡面 都有提及到一些 跟我們輪迴有關的事情 你可不可以解決一下 究竟我們在哪些經典 我們可以印證 其實在宗教裡面 有提及輪迴這件事 首先講地獄 地獄的永死 永死的Eon 希臘文 希伯林文的阿南 這個永這個字 從來沒有存在過 它只是解一個相當的period 類似天主教的煉獄 而猶太教叫Gahannam 也是解作煉獄 在猶太教原本沒有永死的地獄 而這個地獄的觀念 也是借拜火教而來的 所以拜火教影響 激獄教是很深的 猶太秘學 喇巴巴拿相信 人們最多在煉獄 只會有六個月的時間 去淨化你自己 然後就會回到歸一 他們說歸一的 就不是上天國 我信不信有天堂 我不信有地獄 因為靈之派覺得 所謂地獄就是我們身處的物質空間 因為這是一個很粗糙的世界 由一個很粗糙的神做出來 他有疾病饑荒 有罪惡 有道的仇恨 所有東西都在這裡 因為跟地獄沒有分別 如果是一個完美的神 他做一個世界應該是永恆的 但這個世界不是永恆 所以說 這個不是真正的地獄 這是一個真正的地獄 這個肥利福音也有提及過 這個輪迴 輪迴呢 我們如何脫離這個地獄 就是靈之派的信用核心 離開這個物質界 我們認清楚真實的地方 在《保羅書信》裡面 他說過 神的一切封聖都是基督類 你看中文聖經就不以為 不知道說什麼封聖 其實保羅是靈之派的人 封聖這個希伯來文 叫做Pleroma 即是我的劇團的名字 Pleroma是什麼呢 就是類似裂盤 一個完美的真實的 獨一的一個次元 它不只是空間 它沒有空間沒有時間 就不是說有些人在唱聖詩 而是一個oneness 那個歌叫做Pleroma 即是封聖那個字 其實保羅就說 神的那個裂盤 基督就是神的裂盤 就是那個宇宙的一體 如果你知道希臘文的意思的時候 就可以解讀到這些 保羅都是靈之派的東西 我們尋找的是怎樣去 所以當靈之派的信徒 脫離了物質空間 進入裂盤的時候 就是沒有了師 而是進入了那個超我 而這個超我是一個oneness 沒有其他人的 是一個宇宙的獨一 那究竟 下一策又是 那個輪迴這件事 究竟靈之派裏面 有沒有任何的經典 是有說到的 有 先講猶太教 先講寫許古卷 寫許古卷 其中一個獻真卷 就說 期待創世紀的麥基什 先知轉世再臨來救贖大地 那耶穌就在最後晚餐上 舉餅抹袖 其實他表明了自己是 麥基什的轉世 這就是寫許古卷的重點 在約翰被傳之書裡面 約翰就問耶穌說 我們怎樣才可以 不再縮回去母體裡面 即是說 怎樣不會再輪迴一次 耶穌就說 你只要離開了這個身體的時候 然後跟著那個光 跟著那個光走 你就不會再回去 另外一首 《拿薩拉之詩》 就講到 在講天堂上的望來 那時候應該是未出現耶穌的 但是那篇詩就有耶穌這個名字 證實了耶穌其實是有虛構的成分 這個題外話 但是那個故事就是 耶穌看到地上高有隻鹿 那鹿就是講我們人類 在天國下來了 但是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然後不斷被死亡捏薩 在地上重複又重複的捏薩 然後耶穌就跟他講 不如派我下去 把鹿救出來 讓他不用在裡面不斷輪迴受苦 因為輪迴是一個出不了他的迷宮 在喀巴拉來說 其實為什麼要輪迴呢 因為早期基督教的信仰 叫做一個叫做歸俠論 俄里根說過的 就是說人是太初 即是我們太初都是與神同在 但是我們下了這個下界 這個物質界的時候 我們不斷輪迴 但是我們出不回去 我們要靠著輪迴的時候 去收集那種正能量 這個正能量呢 在猶太教來說 就是任何的善恨 或者任何宗教儀式都做到 而靈芝派是一個覺知 你每一次去輪迴 就是收集一些經驗 當你存夠這些經驗的時候 最後你就會進入一個萬有歸一的時候 這個就是所謂 剛才達文西文碼裡面說的 有一個聖婚儀式 其實聖婚就不是字面所講的 一男一女躺著 然後被小孩裝到聖婚 聖婚是講一個私愛和超愛的結合 就是說當我們輪迴到最後 已經集齊了所有的經驗之後 我們就回到那個源頭 這個就是靈芝派的舊屬觀 猶太教也是這個 猶太教叫做Tekun Olam 修好世界 而靈芝派就叫做歸陷論 所以其實根本 你將宗教對照的時候 你就會知道哪一個 是比較原始的信仰真理 我唯有這樣 我用這個宗教比較的方法 我覺得我在聽佛 其實跟佛陀說 要擺脫輪迴的理念 很接近 不過我自己其實想說的話 就是 根本我們在講 演繹宗教 演繹神 甚至神這個字 我都覺得只是一個 我們人類語言 很低層次的表達一種形式 神只是一個名字 就是你叫他做什麼都可以 其實根本你去認識 就是這一種 這個至高的highness spirit 就是根本是那個名字的形式 你叫他做耶和華 你叫他做佛陀 你叫他做阿拉 都不重要 那個名字而已 就是用人來做 總之你追求那個highness spirit 那個believe 裡面的東西 是不是對 是不是正統 無論用什麼宗教的形式去包裝 我覺得都不重要 其實我想帶出一個東西 就是 世人 就是 讀信一個宗教的時候 就 被這些名堂 去導向了他的信仰 而導致了很多很排他的一些做法出來 其實都是不必要的 就是這個是 就是我聽了阿拉斯 你講了這兩集 就是我有一個很大的感悟 我的感覺就是這樣 那麼去到這裏 我稍後我也想大家 提出一下你們那個感覺 就是宗教的看法 但是之前呢 我一定要再問阿拉斯一件事 因為我們講了很多傳統教會的不時 就是有冒犯的地方 讓大家盡量包容 不是 最冒犯都是靈知的 你放心 他們覺得我們很冒犯 那我其實最想知道 就是究竟 你現在那個靈知派 在香港是不是有一個教會 有沒有一個分堂 有沒有一個會社 喂 那我們就譴責了那麼多 教會裡面那些 霸權的一些手法 你拍拖選誰都要選的 那麼你的教會 是不是都會有這些 這樣的犯上這些無病 你們的教會 有多少信眾向香港 靈知派就是很自修的一個行為 就是好像一些出家人 我這麼多年都是自修 就沒有特別說什麼教會 那麼世界各地有不同的 小數的教會 那麼我講一些感動的事跡 那麼在法國一個圓岸 有兩夫婦就是傳靈知的福音 那麼我就發了一封電郵給他們 我說我會做這些 這麼張是講靈知派的 那麼他們說 我這樣嗎 不過我們很窮的 不過我省了這個月的錢 我給你們100元奪勞 賺助你們 那麼他們發了一封電郵 好感動 對 他們說他們很窮很窮 兩夫婦就是傳靈知的福音 就是人子在裡面的福音 靈知派在現在這個地球裡面 哪一個國家地域是比較活躍的 美國比較多 多不多被打壓呢 沒有的 美國的宗教自由 美國邪教也沒有問題 對 邪教也非常受歡迎 靈知派 因為有某些靈知派 就跟共濟會和黃金黎明會 那些玫瑰十字會的人 是有聯繫的 所以他們就會有一個勢力 明白 他們有一些聯合 但是當然我覺得會不正統 在某程度上 明白明白 而香港呢 我是沒有教會的 我也沒有想過這樣做 但是有一批自由派的 就是自由信仰和說 父權的基督徒 就很支持我的修衡 研究也好 修衡和分享 我們定期會有一些 不是很正式的聚會 純粹是解釋經 解釋經 大家一起去物觀 即是很簡單 根本就是 你要去追求神的信仰 或者了解神的旨意 你是不需要回教會 即是你自己去努力去修行 都應該可以達到一個很深層次的了解 甚至我覺得可能更正信 因為沒有了教會 即是我經常都說 但凡經過人演繹的東西 我們那個交易的媒介 就是語言 其實語言去表達一個這麼高深層次哲學層面的東西 其實實在太不足 不是很合適的表達工具 是的 重要的是 即是假手於他人 即是其他一些神父 牧師 即是他去演繹 他有沒有演繹得錯 其實是你需要去質疑 多摩福音有一句 就是說 耶穌叫門徒說 你去問一個出生剛剛七日的寶寶仔 你就會知道天國的所在 是的 就是這樣 其實你要了解神 即是我自己這樣看 可能就是你越 pure 你越沒有受這個 即是出生之後 在這個社會 在這個世界的污染 你其實更加之接近 可能 是 因為其實人界實在太過染光 是 就是剛才也有講到地獄之說 即是人間可能也會類似煉獄 喂 我們時間去到七人多尾聲 其實過了尾聲很久了 不過我們 爆了很久了 理得他這麼多 因為今天真的很開心 很暢所欲 我自己覺得今天都 多了很多新的體會 又不知道兩位主持 你們還有些什麼結語 或者你們對宗教方面的忠告是怎樣的呢 我覺得無論Esther也好 或者Sidley也好 她之前有過教會 亦都很虔誠 其實你們之前所過往的經歷 或者所聽到的 或者受的苦難 是有價值的 因為我們生活在一個二元的世界裏 如果我們沒有之前的經歷 我們很難去觀照 什麼是適合自己 所以你之前是有了這一方面的經驗之後 你才跳出來更加提醒清楚自己 要走什麼的路 我經常覺得我自己在宗教裡兜兜轉轉 我有一個這樣的疑惑 就是我是否未找到我自己心中的宗教 或者我是否不屬於任何宗教 到最後我曾經懷疑自己是否一個無神論的人 原來不是 我也是一個信奉神的人 但原來這條路不是透過教會 不是透過佛堂 或者是道壇告訴我 原來宗教這條路 或者是我自己走自己本源那條路 是要透過自己的努力去拿回來的 我會在身邊的朋友 在其他的事情上面 原來很多真理 或者一些智慧 所有地方我們都找到 一隻杯 可能是神的意志 一支咪 一個人跟你說句話 我發覺靈芝派所提倡的意義 或者是他的教義 和我現在走的靈修之路 是很相類似的 我們不是需要借助其他人的口 或者其他另一個人的聲音 甚至是一本書 才可以找到我們的真理 我們最終的目的都是 認識自己 然後回到我的oneness 這個我自己就會把我來地球投胎 來經歷去體驗 作為我現在一個最終極的目標 或者是看法 我送一句雅各啟事錄的結語給你 耶穌說 每有人因為我邀請而能夠進入天國 而是靠你自己充滿的才能進入 是的 所以我感覺到我自己有力量 我現在是走自己要走的路 去找我的答案 亦都跟神的關係 那個距離也是走近了 但是我不是要借助其他宗教才能去到 原來是透過自己的力量 是做得到的 因爲我們每一個人都是神的一部份 你也可以成為神其中之一員 我們不是帶著所謂 我們要聚而來的 我們要去懺悔世面 我們才可以接近神 Esta呢? 我很久以前 早幾年 就曾經跟一個高人聊天 就因爲宗教上給我很大的痛苦 因爲我這種人是很執著的 信就信到貼那一隻 那經常被朋友說 你拿來衰的 你回教會 你不是星期一教徒 就行了 不用認真 但我就很認真很認真 就未到師哥的階段 但已經差不多是 你不是信神的 你不信基督教 你都已經是不行的 蠢的 或者你是魔鬼 那但是我就 這位高人很有趣的 他跟我說 其實你今世來 就不是來叫你入教的 叫你來改教的 那麽大的任務 是你進去 讓你看一下 你這個傻妹 真是叫傻妹去 你這個傻妹 你進去做什麽 進去看 就算了 你出來 那我就不屬於任何宗教的 那直至到三年前 我開始覺得教會很有問題 之前都覺得有問題 但是就 死定 死定 但是去到三年前 到現在 我差不多是那種意氣蘭山 我現在甚少回教會 但是我又發覺 其實我信神的 我非常之信這個宇宙 肯定是有神 有創造的源頭 那我就求 其實這陣子的祈禱也少了很多 那我就求神 我神你給我 你給我 你給我 你給老師給我 我現在聽著這個節目的 網台的聽眾 可能見不到阿Sig的樣子 其實阿Sig是很小的 很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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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歲 36而已 那就是小的 這個樣子 像什麼 像二十度蚊那隻 但是我覺得阿Sig 他那種 我現在聽過你一個節目 你說你其實 都很相信你前世 是這個利美人的祭司 是啊 你說的時候 我就馬上有觸動 我就說 是啊 你絕對是 是啊 沒有可能這麼熟 你沒有可能這麼熟 沒有可能這樣的年紀 知得這麼透徹 還有 如果你說的話 只是一個知識上的層面 我們就馬上收到的 等於有人說 這個雨神對話 有些人說他是假的 誰可以騙到幾百萬人 幾千萬人 騙不到 十幾本書 這樣自動書寫出來 靠好彩 怎麼可以好彩 所以我覺得 認識到阿Sig 其實我這幾天 是病到九彩的 我病到飛起 我跟自己說 今晚一定要好 不好都要OK 起碼撐得住今晚的錄音 今晚這個 非常開心 我也不知道怎麼說 其實你有幾節 你的解經 是很觸動到我的 也是給我 又有希望 是 阿Sig 今天給了很多感悟 我們 希望各位聽眾 都有點得著 當然 這麼好的嘉賓 請到上來 兩次都嫌少 我不知道 我不敢保證 一定有 我不開空投資票 但是 我自己覺得 隨時我們 一切入這些話題的時候 肯定 我們會 值這些機會 再請阿Sig 上來 最後 我還要說一個結語 就是 我自己的一個理念 我真的想提到聽眾大家去想想 其實究竟我們去追求神這件事 或者我們想認識神這件事 其實你是應該怎麼去做呢 其實你是在信神 還是你信教呢 你信神 是不是代表你要跟著那個宗教去做呢 神就是神 沒有人去做出來的 宗教是用人去建立出來的 這個就是我想大家去想想的問題 好 多謝大家 那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